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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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鄧肖 今天來講一個發生在日本的世界 2017年12月11日 一名住在東京都邦子是23歲女子 突然離奇失蹤 警方在尋找線索時發現 女子在失蹤不久前在推特上發文表示 想找可以一起親身的人 接著一名叫做白石隆號的男子 便開始透過推特與女子聯繫 警方調一件事氣後發現 女子和白石隆號曾在12月23號時 一起出現在包容紙車站搭車 於是警方高度懷疑白石隆號與女子 失蹤與事有關 便隨即派人前往他的住宿查看 白石隆號當時並不在家 警方開門時先是一陣二臭撲鼻而來 接著在屋內搜索時 在玄關一旁的保冷箱內發現了兩顆被去下的銅爐 接著又在屋內其他的箱子裡 發現另外七顆銅爐 即大大小小共240塊的屍骨 於是警方便在白石隆號返家時 立刻將要逮捕歸案 白石隆號在接受調查時 也立即承認是自己殺死的九名死者 白石隆號原本的工作 是仲介女性到豐竹店上班 後來明知道某店家在做性交易的生意 還仲介女性到那裡工作 被譯違反職業安定法 判刑14個月 還刑3年 之後便開始父嫌在家 白石隆號在這之後便開始產生厭世的情緒 因為經常抱怨自己不想活了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他時常會上推特尋找想要自殺的女性 開始和他們交流 直到同年8月 他突然拜託父親幫他在距離家裡2.5公里外的地方租屋 才搬進這間位於小田園縣鐵櫃旁的出租套房 之後便開始了哈薩人計劃 他第一個殺害的對象 是一對透過推特認識的情侶 三年約出來吃飯和酒後的隔天 白石隆號就單獨約女友到其公寓 白石隆號先讓他喝了酒安眠藥的酒 等藥效發作後 再將其勒畢病兼食 接著將屍體拖到浴缸內放血 即用事先準備好的句子 將要分屍後 中路保人鄉裡 上面再覆蓋冒殺 好掩蓋氣味以便存放 後來因為男友找不到女友 詢問了白石隆號是否知道女友的下落 白石隆號因為怕殺人的事蹟敗漏 便把男友也騙到住宿給並殺害 白石隆號事後表示 第一次分屍時因為不熟練 花他整整三天才完成 之後的都是當天殺害後就分屍完畢 他會把除了頭顱及骨頭以外的肉 及內障都通通當成垃圾丟起 至於把頭顱保留起來的原因 則是因為怕頭顱太容易被發現 所以才會一直留著沒有處理 警方之後在調查時 有不少鄰居都表示 在白石隆號搬進來後 附近又開始出現明顯的異臭 他們原以為是水溝裡飄散出來的 沒想到原來是屍體腐敗所產生的味道導致的 從殺完情侶到十月被捕的這短短兩個月間 白石隆號總計會再殺了七名女性 他除了用上吊師的名號開設推特帳號推廣上吊知識外 也會上網用hashtag自殺目擊來尋找想要自殺的女性 找到目標後便開始積極的與她們接觸 白石隆號會向受害者表示 自殺前和家人朋友聯繫生據的行為 之後便以協助自殺為由 將被害人約出 開始他性侵、殺害、劫財、分飾恐怖巡懷 由於在社群網路上多半是使用假名 所以白石隆號自己也說 他不知道這些人的姓名還有年齡 只知道其中四人看起來應該不到二十歲 剩餘的五人則看起來超過二十歲 直到十六十四號 最後一位是外子的哥哥因為妹妹失蹤報警 警方調位監視器後發現 在東京市包容紙車站及座監視向舞台前站 都捕捉到妹妹最後的聲音 才終於揭穿了白石隆號的惡行 只可惜的是 最後呢沒人成功就為自己心愛的妹妹 有調查人員向日本媒體披露 白石隆號曾經抱怨自己 從來沒有被正常的女性當成對象過 加上自己又想當小白臉 所以才會決定朝精神方面比較脆弱的女性下手 最後一位受愛者的哥哥表示 妹妹自從中學時期精神開始出現狀況 大部分的時間幾乎都關在家裡 但母親在今年去世後 她的狀況開始急轉直下 覺得身邊的人都對她有惡意 才開始在推特上發布小意思的念頭 也自此導致被白石隆號給盯上 對於連續殺人的動機 白石隆號也在偵訊時坦承 是為了前期性侵 她從這些受害女子身上得手的金額 從500日圓到50萬日圓不等 這部分由於警方在她住處發現 庶民被害者的提款卡、女鞋 和錢包等財務吻合 日本知名心理醫師也指出 這種連續殺人犯通常不是為了滿足性慾 就是為了透過控制被害者來滿足內心自尊的渴求 精神科醫師也分析 對於白石隆號來說 挑選有自殺意願的人下手 或許可以不讓她產生罪惡感 反而認為自己是在幫助他們達成願望 而白石隆號究竟是找想自殺的脆弱女子下手 還是幫忙自殺者完成心願 更關係到她之後被判罰的輕重 最大的差異在於該用殺人罪還是加工自殺 或或對方同意殺人罪來量刑 兩者的刑期是死刑與七年有期徒刑的差別 有日本律師不樂觀地指出 由於在只有部分遺體的情況下 很難判定死因 光是依靠嫌犯的共存 最後很可能會因為證據不足無法以殺人罪起訴 而本案目前還在審理中 希望日本司法能寄罐還九名受害者的公道 關於這個事件其實還有個小小的插曲 在事情發生後 有不少人香港同情房東 覺得一個好好的房子莫名其妙變成凶宅 不只既有住屋會搬走 以後應該也很難再住出去 但出乎意料的是 這棟公寓在變成日本致命的凶宅後 不僅沒有半個人退租 還因為凶宅本身位於安靜的住宅區 離車站走路只需要十分鐘 加上發生消耗後房租降價 反倒讓不少人去之多物搶租剩餘的兩間空房 直呼吸鼻子極高 雖然本案受害的八名女子都曾表達過想死的念頭 但實際上他們都想繼續活下去了 會上網發文 只是一種想找人傾訴的心態 而這樣的例子在我們的身邊其實也屢見不鞋 在此期許我們每個人都能對這類的訊號多加留意 適時而伸出援手 表達我們的關心 以防止憾事發生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這囉 掰掰 再次發生